要说百年营时里让人最羡慕的女演员 非奥黛丽赫本莫属 她职业生涯长青的40多年里 几乎没有穿过任何一件丑的戏服 她每出演一部剧 就会增加一个豪华的衣橱 在她从影的巅峰时期 那些富裕角色魅力的穿着打扮 还会成为那个年代 甚至包括现在 潮流风向标都要对齐的对象 比如1957年上映的爱情电影《田杰儿》 这是奥黛丽赫本 与季范希首部合作的影片 她这件白粉拼色的优雅礼裙 可以说得上是跨时代的设计节奏 她穿着红色抹胸裙 高举青纱的造型 依然是现在的大妈们 在海边拍照必摆的姿势 还有这条灵感 取自芭蕾舞裙的白色婚纱 也是那个年代 一度非常风靡的婚纱样式 到了1961年上映的蒂凡妮的早餐 赫本这条搭配了珍珠项链的黑色连衣裙 成为了一条不被潮流和时间左右的小黑裙 还有这件橙色的毛泥外套 即使时光飞逝60多年 也依然是女孩子们 特别希望收入衣橱的服饰单品 而1964年 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窈窕淑女 更是将赫本的优雅气质发挥到了极致 她仙女本鲜的粉红色裙子 让她真的有如天仙下凡一般美丽 她在影片里参加晚宴穿着的白纱裙子 裙身相有一万多克或真价实的钻石 其高昂的制作成本 让这条裙子成了影史最豪气的戏服之一 还有这条设计别出心裁的蝴蝶结贵服装 在201年 以370美元的高价被拍卖 赫本的戏服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 还让那一部部电影佳作 在观影者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即使被时光洗涤 也还历久迷心 当然无论是田姐儿 还是蒂凡妮的早餐 亦或是优雅奢华的窈窕淑女 这些电影的戏服 在往期视频里 有针对每一部电影详细讲解 而今天要唠嗑的 是跟窈窕淑女同一年上映的巴黎假期 首先不得不提到 这套草绿色的小套装 这是影片里赫本第一次出镜穿着的戏服 整个着装从上到下只用了两种颜色 一般绿颜色的衣服不太衬肤色 但与白色的配饰搭配在一起 就会显得很清新 尤其是这种清淡的草绿 赫本的这套小套装 帽子手套手提包和脚下的高跟鞋 都一律采用了大白的配色 所以视觉很是小清新 套装的上衣设计的很短 加上半裙上及腰线的口袋盖 都为拉长下半身的比例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裙子的长度 是60年代女性钟爱的裙长 一般不会盖过膝盖 更方便日常行走 脱掉外套以后 里面依然是一件大白配色的无袖内大 居家的时候 还会套上一件真织长外套 宽松的版型 很符合居家的舒适状态 另外赫本的发型 也是60年代西方女性 非常流行的蜂窝状发型 这种发型 需要把头发以锥形堆叠在头顶上 并加发胶固定 因为它的外形形似蜂窝而得名 在好莱坞明星的推广下 一度非常丰敏 赫本的这款书的一丝不狗 搭配小套装会更显优雅 巴黎架七里 赫本第二套非常好看的戏服 是一条白色的无袖连衣裙 裙子的款式很简单 但细节的精细裁剪 让这条裙子极具立体感 比如小翻领的设计 是自然翻卷的领子 而不是平直贴着裙身的翻领 裙摆因为在腰间做了抽折 而呈现小蓬松的效果 腰间灰蓝色的皮质腰带 是整个着装的点睛之笔 既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 又增加了视觉的色彩看点 不会让这条简约的白裙 显得太过于单调 耳朵上的珍珠耳钉 呼应了上下色彩的搭配 还提升了着装的精致感 是一条现在穿也不会过时的裙子 赫本在巴黎架七里 无袖的戏服有很多 他在影片最后穿着的 那套粉红色的裙装 也用无袖上衣来搭配了小半裙 面料自然呈现的细纹激励 让这条裙子即使不添加任何装饰 也能颇具看点 与我们现在喜欢 将裙子的腰带系在腰后部头 赫本这套粉红色的裙子 将腰带系在前面 并系出了一个别致的蝴蝶结 增加了着装的亮点 钻石耳钉和头顶上的蝴蝶结发饰 让这套装扮更精致典雅 而影片里赫本出镜率最高的一套细服 是这条橙色的连衣裙 依然是无袖小帆领 加前面继带的款式 但这条裙子 还有一个非常小心机的设计 虽然前面的领子是小帆领 但裙子的后背 采用了小漏背的剪裁 并用面料自然堆叠出层次感 这样颇具创意的设计 使得这条裙子 从前面看很俏皮 从后面看又很优雅动人 我甚至一度认为 将这条裙子前后反过来穿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赫本在影片里 还有两条设计更具创意的裙子 他居家穿着的这条浅蓝色睡裙 拼接了一个浮夸的蕾丝披风 而披风前面的裙子 则用蝴蝶结腰带收拢了阔鞋 加上头上别着的蝴蝶结丝带 让整个着装看上去很仙气又很梦幻 他参加化妆晚宴 身着的裙子 是中世纪哥特式的风格 漏肩设计的拼色裙子 是中世纪贵族女性出席隆重场和身着的服饰 另外 哥特式建筑对中世纪的服饰影响很大 那时候的贵族女性 还会佩戴颇具建筑立体感的帽子 帽子的帽筒越高 代表地位越高不可攀 赫本戴着的这顶帽子 还将帽子上的披纱 挽在了手腕上 这也是中世纪贵族女性日常的佩戴方式 巴黎假期 作为一部赫本职业生涯里 不算特别出彩的电影 其细服的数量和款式 也不及赫本其他作品里丰富多样 但影片里出镜的这几套衣服 非常值得现在的女孩们 纳入自己的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